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套27年的嫌疑人究竟藏在哪里 他们为何百般闪躲 证点赋名都告诉公安机关 说他老辈已经死了 疑点丛生的七群老汉 究竟是不是警方要找到的人 很多官刑呢 也不能说完全的 百分之百的确定 他就是当年逃亡的张某 时隔27年 证据磨灭 真相还能否大白天下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车户让逃犯现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俄罗斯探网呢 很多人都玩过 表面上看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木质娃娃 但是如果打开它呢 就会发现里边别有洞天 娃娃里头还有娃娃 很多事情呢都是这样 尤其是在警方办案当中 有些案件呢表面看似不通 实则呢可能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个事 交通事故对于办案经验丰富的警方来说 不算什么奇案疑案 但是有这么一起事故 警方竟然从中破获了一起27年前的命案 怎么回事呢 还是先从这起交通事故说起 这天凌晨呢 丹江口警方呢接到了报案 在经济开发区国道附近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当警方赶到的时候 只见一位七旬老太太 躺在地上移动不动 交警部门呢都过现场勘查了 当时也确定这个 伤这儿了 因现场死亡了 老太太当场身亡 现场呢还有一辆停着的红色大货车 根据勘查 这辆大货车呢就是肇事车辆 肇事者当时呢就在现场没有逃逸 他说呢是因为天色太黑 没有看清路面 才会不小心撞倒了老太太 根据对现场监控的分析和现场勘查 警方再三核实 最终确认了 这确实是一起交通意外事故 事故发生的原因查明了 肇事者也有证据也有 按说呢处理起来应该非常顺利 很快呢就能解案了吧 可是就是这样一起 看似普通的案件当中 警方却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们要说的事呢 也就是从这儿才刚要开始 这期交通事故还没这么快结束 虽然肇事者的身份一清二楚 可是被害人就是那个老太太 她的身份呢警方查了半天 都没查到 对这个死者的身份呢 不能确定 因为他身上也没有 能那个表明他身份的一些物品 为了尽快查清楚老太太的身份 找到他的家人 警方呢也试了各种方法 同时公安机关 在各大媒体网站报刊 进行寻人启示 寻人信息铺天盖地 普通人只要稍微留意都能看到 就更别说是家里头 有人失踪的老太太的家人了 可能让警方意外的是 两天过去了 没有任何人联系警方 甚至都没有人前来报案 说自家的老人失踪了 大家这就怀疑了 老太太走失了这么多天 难道她的家人一点不着急 还是说老太太就没有家人 可是很快这些疑问就得否定了 因为就到这个时候 有警察的当地的论坛上 发现了一个寻人启示刊登的 也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太太 时钟老两天 这张寻人启示上的照片呢 跟被害人十分相似 这到底是不是被害人呢 警方赶紧就联系到了 寻人启示的发布人余女士 很快两个情绪激动的人 就赶到了交警顿 经过他们辨认 交通事故当中 被撞身亡的老太太 正是他们要找的亲人刘文 于你之说 她是刘老太太的侄女 老太太患有老年失态症 前几天呢出门之后 这就没回来 一家人到处找都没找到 没想到竟然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看得出来 他们并不是和大家 之前猜测的那样 对老太太不关心 这段时间呢 也一直在找人 可是肯定有人会想了 如果换作一般家庭 家里一个老年痴呆的老人 走失了这么多天 还没找到 绝大多数人肯定会想到报案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可是这家人 怎么迟迟不报案呢 是情形之下忘了 还是有什么隐情吗 虽然警方也生疑 但是赶紧先处理 刘老太太的后事要紧 可是按照规定 只有直系亲属 才有资格办理老太太的后事 于女士作为侄女 不具备资格 在老太太子女 又没有赶来的情况下 只有老太太的丈夫 具备这个资格 警方呢 立马就想到了 于女士身边的那个老大爷 老头儿情绪非常激动 当时看的情况呢 就应该跟她是个夫妻关系 当时老大爷眼睛都哭得痛红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位 失去了老伴的可怜人模样 旁边看了无不动容 警方心想赶紧给老大爷 办理相关的手续 让他把刘老太太的遗体 接回去 也好让老太太早日入土为安 可是没想到老大爷的 这个接下来的一系列反应呢 就叫人大跌眼镜 怎么了呢 当时警方不过是寻力问问 他的一些个人信息而已 没想到老大爷神情突变 原本还很悲伤的脸上 似乎多了点警觉 说句话来支吾吾 甚至人自个名字都不能说 老人说我在寻人启事的网站上 已经登了 我姓张 然后只留了个信 问起名字的时候 回避这件事情 根本没给公安机关 如实陈述 老大爷为什么连名字 都不愿意告诉警方呢 当时有人还在想 老大爷会不会和刘老太太 一样患有老年痴呆 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可是警方刚想多问几句 没想到 却被一旁的余女士阻止了 她的一番话呢 让在场的人都十分意外 她说错了错了 这个别再问老大爷了 问再多也没有意义 因为老大爷根本就不是 老太太的丈夫 宗编书女就告诉公安机关 说她老辈已经死了 余女士说老太太的丈夫 几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那么眼前的这位老大爷 又是什么人 问老头跟这个老太太 是什么关系的 她就说了一句 他们关系比较好 就在一块住吧 余女士说的是真的吗 当时警方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如果老大爷在法律上 和刘老太太没有任何关系 那她确实没有资格办理 老太太的后事 还得等老太太的子女过来 所以只好先让老大爷回去了 走的时候 警方还特意盯住老大爷 如果有需要 还得请她过来协助处理一下 本来这也不是多大的事 老大爷当时也很爽快的答应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就在第二天 当警方再次联系她的时候 意外情况就发生了 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一直推迟 我不过去了 我让孩子们过来 这样呢 就是把他孩子的电话 告诉了民警 老太太再也不接 警察的电话 连电话都不接了 警方觉得很奇怪 如果换动一般人 亲近的人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不说 是不是主动向警方提供信息 至少也是要配合警方的工作 毕竟谁都希望赶紧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可是这位老大爷呢 先是不说自个儿的名字 之后呢 又不接警方的电话 耽误案件 进度不说 怎么好像 他是迫不及待的 想跟被害人撇清关系 彻底远离警方呢 有人肯定又要说了 是不是警方过于敏感了 老大爷不是说了吗 他又不是老太太的丈夫 法律上没有义务 要帮忙处理这些 受了打击 不想被打扰 也情有可原 可真的是这样而已吗 职业敏感 却让警方觉得 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还有什么隐情 接下去发生的一件事呢 果然印证了警方的猜测 这件事的背后啊 真的暗藏了个秘密 当时呢 刘某的儿子终于赶了过来 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了 肯定要对他这个死者的一些身份呢 都需要开记证明 因为给刘老太太办理相关手续和保险理赔事宜 这全都需要提供老太太本人的身份材料 可是老太太的儿子却迟迟拿不出来 还支支吾吾的说家里头没找到老太太的身份证 可能是遗失了 虽然当时警方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是没有实际依据 也没太在意 本来呢 这也不是什么很难办的事 按照规定 他先回老太太原籍的这个村委会 开具相关身份的证明 那就行了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警方却有了个意外收获 当时老太太儿子跑到村委会 村委会的人一听到刘老太太的这个名字 就大惊失色 不但不给开证明 甚至还赶紧暗中通知了当地的公安机关 为什么呀 因为老太太身上隐藏了个秘 竟然跟村子里头 27年前发生的一封命案有关 通过知情人反映 死者刘震南的丈夫 正是27年以前杀人在逃的犯内嫌疑人张风金 当年老太太的丈夫作案之后就逃离了村子 而且还是带着老太太一块逃亡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最开始老太太失踪的时候 他的家人才迟迟不报案 只敢在网上发帖子巡人 帖子上也不敢留下具体的信息 可能就是怕被警方查到当年的命案 虽然他们逃亡了这么多年 但是村里的人可都一直记着他们呢 现在儿子回村开证明 这才出现了他们的消息 所以村委会才会赶紧通知公安机关 当时掌握到了老太太的完整身份信息之后 警方立即就进入了系统进行比对 核查当年的记录 坐实了老太太的丈夫 就是当年的嫌疑人 连警方都没想到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竟然牵扯出了一宗陈封了阵 这么多年的命案 既然当年他们夫妇是一起逃亡的 现在老太太出现了 那嫌疑人 他的丈夫在哪呢 那你的父亲呢 他父亲已经失踪了三十多年了 一直没有消息 失踪 可您还记得吧 当时老太太的侄女与女士 说的可是老太太的丈夫 已经去世多年了 这家人总不会这么糊涂 连这事情也会记错吧 显然有人又撒谎了 他们很可能是知道嫌疑人的行踪 为了遮掩 这才放出了失踪 去世的烟雾袋 迷惑警方 在警方看来 这个嫌疑人很可能既没有失踪 更没有去世 而是就在这家人的身边 那么嫌疑人到底在哪呢 想起很多人脑海当中 都会浮现出一个人 当时和余女士 一起来交警队的大爷 他当时说自个儿不是老太太的丈夫 很可能就是想隐瞒自个儿的真实身份 他身上的疑点可不止一数 因为他的年龄 与27年以前的 杀人在逃的犯例嫌疑人 年龄比较相似 第二 这个老人的突然出现 出现以后 又拒绝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回避 与死者刘仁兰 是夫妻关系 拒绝承认 自己叫什么名字 但是真是说我们替这个刚某呢 是高度怀疑 老大爷身上确实有很多疑点 但是都过了27年了 当年经手此案的人员呢 都已经换了好几拨 相关资料可能也不一定齐全 老大爷到底是不是嫌疑人呢 警方赶紧先将这位老大爷的截图呢 发挥到原级进行比对 只要比对一致 真相大白了 这起尘封了27年的命案呢 就能够告破 可一切真的如警方预想吗 那个逃了27年没落网的嫌疑人 这次真的能落网吗 比对结果就叫人大失所望 很多关系呢 也不能说完全的 百分之百的确定 他就是当年逃亡的张某 也不知道是时间过得太久了 人们的记忆可能模糊了 还是嫌疑人的样貌 发生太大变化了 又或者说这老大爷 真的就不是刘老太太 当年犯了案的丈夫 他真的就是个局外人 反正大家左看右看 都觉得这老大爷似乎 长得不太像27年前的嫌疑人 有人甚至都在想 会不会是警方搞错了 搞不好老太太 直觉跟儿子说的没错 嫌疑人真的去世了 或者失踪了 都27年过去了 发生什么意外 也完全没有可能呢 那么警方的怀疑 到底对不对呢 那个老大爷究竟 是不是当年的命案凶手呢 如果不是他 又会是谁呢 还有没有可能 把真凶给找了出来呢 刚才我们说到 关于再逃27年的嫌疑人 警方有了个怀疑对象 就是那位姓张的老大爷 他的身上呢 确实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 当年很多证据都磨灭了 就连曾经见过嫌疑人的人 现在即便看到了老大爷的截图 也都不能够确定老大爷 就是嫌疑人 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难道事情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就在这个时候 情况出现了新的转机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只要发生过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虽然时间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但是在警方不懈追踪之后 却发现了一个 不会被时间所改变的重要线索 这样的伤疤应该是很深的 虽然人的样貌体态 确实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但是这么深的疤痕 却没有那么容易 随着时间产生太大的变化 现在只要找到那位老大爷 对比这些特征 他到底是不是再逃27强的嫌疑人 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他偏偏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情况就再次反转 老大爷不见了 但是乱发以后 老大爷人间消失了 这下老大爷的嫌疑就更大了 他很可能是知道自个暴露了 所以想再和27年前一样 再次潜逃 可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发现这个老人 乘坐了一辆 从丹江坑到防线的长途中巴车 然后我们的指挥部 也都果单的采取措施 转战了那个防线 如今的技术手段可比当年先进多了 警方绝不会让他再有可乘之机 根本没花多久 就把他给找了出来 那么他身上对他有没有嫌疑人的特征呢 而是不是嫌疑人呢 就在对他进行抓捕的时候 真相瞬间解开了 当时我抓到他的手的那一刻 我感觉他的手是残缺的 同时啊 为了进一步确认 这样呢 我就把他的这个衣服撩开 你看发现他的左腰部 有一个很明显的伤痕 这样更进一步 艰辛了公安机关 认定他 就是我们要找的 杀人再逃的犯的嫌疑人 经过多方确认 他就是再逃27年的嫌疑人 估计是知道自己再也逃不掉了 他很快也就承认了 自己27年前所犯的罪行 那么27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真相让很多人都意外 当年的被害人竟然是他的侄子 数字之间怎么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呢 原来当年数字二人呢 都是市场上摆肉铺的图货 引起争端的原因嘛 说出了大跌眼镜 竟然只是因为一头猪 仅仅因为一头猪的买卖 两个人呢发生了争执 冲突之下 导致了致命的冲突 他朋友跟我打下来了 他打我 我肯定我要还手了 我父亲呢 不能杀手买肉嘛 所以不能拿着买肉 最终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张某的侄子当草身亡 悲剧的源头呢 竟然只是因为一笔买卖 都说同行是冤家 原本有点小摩擦嘛 很正常 很多人嘴上吵两句 转身也就没事了 何况这俩人不仅仅是同行 还是血脉相连的疏直 如果当时张某发挥点长辈的风范 哪怕是退上一步 可能悲剧也不会发生了 事后呢 他不但没有歉意 还一心想躲避法律责任 不顾年幼的孩子 只带着妻子 也就是刘老太太逃跑了 案发以后啊 因为当时受身份信息的普及影响 以及技术条件的限制 导致了这个犯的嫌疑人 张风金杀人以后 没有任何信息潜逃至今 这些年他们隐姓埋名 四处逃亡 日子过得也不安生 两个人从四五十岁 逃到了七十多岁 直到前几年 他们才偷偷回了湖北 老太太这些年呢 跟着他没少吃午 大好的青春就耗在了 这个东躲西堂上 张某呢 可能也觉得自个脱累了妻子 可能是出于对妻子的愧疚 也有可能是觉得 过了这么多年 他的罪行不会再被挖出来了 所以在老太太出事之后 就会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 跑到交警队认人 但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二十七年前 他因为杀害一条人命 逃亡了半妹子 二十七年之后呢 却因为老伴在车祸当中 身亡这个意外 而将他这个鼓西老人 送回了监狱 这就叫我得了出一朵过十五 其实逃亡的这些年 他也不是不想家 不想孩子 可是他不敢回来 只能在心里头祈祷 孩子们能过得好 可是他就不知道 孩子们的日子 比他想象当中 过得艰难多了 这些年对孩子们来讲 那是小半辈子的痛苦 恨咋不恨呢 说真行啊 说不恨是家里 张某的大儿子说 当前父母逃亡 留下了他们几个姊妹 破一生计 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全部辍学外出讨生活 这二十多年来 他们一直都生活在阴影里 而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 张某也老了 彼此都错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其实原本他们呢 是一家和和睦睦 团团圆圆 却因为张某当年的 一时冲动和不负责任 全家人的命运 都走向了不同的轨迹 看到孩子们这些年 因为贪而受的苦 张某说自个儿 再也没脸见孩子们了 我这个事呢 他们愿意关闹 不愿意关闹 就算了 到这应该的 应该切除法律的制裁 你做错了事 你自己自作自受的 对吧 一位头发花白的 七军老人 本该是安详而存福的 老来呢 却要在铁窗里度过 张某自个儿说的没错 确实是自作自受 可惜呢 他现在再来后悔 自责已经晚了 十字的生命无法挽回 一家人的生活也无法从来 从一起交通意外事故 揪出了在逃二日期间的嫌疑人 如果不是警方的敏锐和气而不舍 可能真相还不知道 何时大白 所以一开始呢 有人会觉得 这一切也太巧合了吧 那虽然看起来整件事情 好像是偶然 但是偶然性里头 却存在着必然性 一切的所谓巧合 不过都是法律的大网 无处不在 伸手必被捉的 再次立正而已 还是那句话 世间万事万物 有因必有果 有来必有亡 只不过有先有后 有迟有早而已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什么喜欢发生的话 欢迎通过屏幕上的 来乐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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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